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展示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这种 DIY手工制作 一个这个小小的沙灵 或者是叫做一种乐器的这种这个DIY的小做法 是一个我们这个废物利用的一个小方案 我们只需要呢两个这样的塑料盒 这个塑料盒呢是我在吃酸奶的时候呢 是刚好买了两盒 所以就有两个这样的小盖子 小朋友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呢去给它进行一些收集 然后在里面呢我放上了这个小的铃铛 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拼豆豆 拼豆豆当中呢是多余了非常多的这个小豆豆 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它的盒子当中 然后只需要倒一些些就可以了 能够让它有非常多的一个空间 这样的话呢它就会非常的响 然后也特别的好玩 现在呢就是用它的这个凝胶 把它的胶呢是贴在它的盖子上 然后贴完了之后的话呢 是要上下是相互连一下 就能做出它的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的纱锤 我们可以把它的一个盖子呢是给它盖上 我们还可以给它进行一些的装饰 比如说我们这边呢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小的贴纸 可以呢把它贴在上面 我们这边呢正面可以给它贴一个 然后呢我们是用这种竹签 是把它做成了我们这个纱锤的一个小的棍子 小的棒子 可以呢把它贴在它的旁边 那么贴完了之后的话呢就会得到一个我们非常可爱的小纱锤啦 然后这个小纱锤呢是可以让我们小朋友在家里去自己DIY制作出来的一个小的这种音乐的一个小工具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是锻炼自己的一个节奏感 节拍感 嗯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乱赞 或者是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有更新 如果有订阅的话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最初的视频啦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希望能够呢玩得开心 看得愉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千万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哟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